马奇马摸着帕瓦的头 猜测他是喝太多血导致的 和丧尸的那场战斗喝了很多血吧 得放掉一些才行 电刺觉得不可思议 马奇马解释 帕瓦是定期放血的 不然会变成比现在更恐怖傲慢的恶魔 所以电刺 帕瓦可以暂时借我吗 电刺大方地表示 那当然借多久都行 帕瓦备受打击 马奇马告诉电刺 这位说在我借走小帕瓦的这段时间 他想和电刺组队 马奇马话未说完 鲨鱼魔人就从地底钻了出来 一上来就要轻轻 电刺反手一拳将其直接打飞 谁啊 这家伙 马奇马向电刺介绍 鲨鱼魔人 虽然平常狂暴到没法交流 但是他说会对电刺军言听计从 电刺问为什么 马奇马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连长的相马 鲨鱼魔人再次贴了过来 电刺大人说的话绝对服从 电刺大人最强 最棒 电刺拼命推开鲨鱼魔人 别碰我 我讨厌臭男人 一阵寒暄之后 马奇马发现电刺有些无精打采 当即问他 明天放假 要不要和自己约会 电刺还没反应过来 第二天 马奇马发现电刺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约会地点 马奇马一副郁姐打扮俘虏了电刺 马奇马问他几点来的 因为一晚上兴奋到睡不着 所以 电刺凌晨五点就赶到了约会地点 由于是第一次和女生约会 电刺害羞地询问马奇马 今天怎么安排 马奇马告诉电刺 现在开始到晚上十二点 逛电影院看电影 电刺被感意外 他以为会有其他娱乐节目 等到电影院看电影 电刺感觉这和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大家都在笑 就他没有 马奇马小姐也没有笑 好可爱 事后 马奇马问电刺感觉怎么样 电刺说一般般 马奇马也认同 不太有趣 虽然画面还蛮烧钱的 那么去下一场吧 两人又回到影院看了第二场 身边人都被感动到热泪盈眶 唯独马奇马和电刺无动于衷 两人又接连看了几部电影 电刺看得昏昏欲睡 就这样一直熬到了晚上 马奇马决定看最后一场 据说是有点难懂的电影 电刺君看吗 电刺有些尴尬地表示 蒋真看到现在为止都挺微妙的 可能我不太懂电影吧 马奇马告诉电刺 他也是一样的 十部电影里只能碰到一部有趣的 但那一部电影有时会改变人生 电影院里只有他们两人 当看到士兵与母亲相拥告别的画面时 电刺莫名流下了泪水 他赶紧捂着脸 好厉害 明明是无关紧要的一幕 不想被马奇马小姐看到我这样 电刺看向一边 发现他也在流泪 电刺回过头来继续看电影 回家的路上 电刺向马奇马分享观影体会 那个结尾 我绝对到死都忘不了 马奇马也感同身受 但那一幕今天的票钱就回本了吗 电刺突然问马奇马 你觉得我有心吗 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马奇马没有回答 突然扑了上来 电刺小路乱撞 马奇马很肯定地告诉电刺 我能听到你的心跳 你当然是有心的 马奇马走后 电刺助力在原地 车辆从身旁驶过 马奇马 马奇马 马奇马